那接下來我們將延續到剛剛和總監提到的GAN的這個話題 所以我們今天也非常非常開心的 可以邀請到CambridgeGANDevices大中環區FA經理 讓我們掌聲歡迎徐維麗 徐經理 今天呢 我們徐經理要和我們分享 如何讓GAN實現高可靠而且易於使用的設計 大家好 我是威斯里 中文是徐維麗 那我來自CGD CambridgeGANDevices 我目前擔任FAE Manager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 我們如何去設計元件的角度 去提高我GAN的可靠性 並且讓它易於使用 OK 那這是今天的主題 那我大概一開始會用幾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CGD的背景 那我們來自於哪裡 是什麼樣的公司 那接下來會對GAN的一些Megatrend 及市場趨勢做一些分享 那我們再從這個趨勢分享之後 延伸出來是找幾個 比較有potential的application去看看 在這些應用中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並且以此為基礎 以此為基礎 去延伸出來說 我們要該怎麼樣去設計一個 比較高可靠度或讓易於使用的GAN 然後最後是個結論 我們是CGD Cambridge Game Device 那顧名思義聽到Gambridge 可能會有蠻多人想到就是建橋大學 那的確我們是來自於建橋大學 SpinOut出來的一個公司 那建橋大學在半導體的地位 和聲譽都還蠻高的 那它也涵蓋了半導體的物理 然後到原件設計 甚至功率型半導體的設計 那它的研究範圍除了理論 它也對了很多材料科學 然後製造和性能分析 然後到最後的可靠度 以及Life Cycle都有做很詳盡的論文 那我們承襲著建橋大學的血統 我們在提供一個Fabless的Design House 讓大家有更去設計 更簡單實用 其可靠度更高的GAN 讓大家去使用這樣子 那左邊這位是我們的CEO Georgia 那他本身是工程背景出身 在成立CGD之前 他也是一個器件Design Engineer 那在2014年他加入了建橋大學 並且在這裡面的一個研究部門 Leading Study Project 那主要的研究內容 也就是GAN的可靠度 和它的一些遠見開發的方面 那也因為這些東西 它也產生了很多論文 那做著做著 他也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很有潛力的一個元件 所以他成立了CGD 那右邊這位是我們的CEO 他叫Florine Florine目前他仍然是 建橋大學的電子工程系的教授 那他在業界算是個非常有名的學者 他發表了許多 跟第三代半導體相關的論文 如果大家去網路上搜索一下 會看到他們有蠻多 Cion Carby 以及跟Nitride的研究 那目前他本身對第四代半導體 大家們這部分也有一些相當的涉獵 所以我們CGD 在承襲這些血統下來 我們有非常強壯的學術背景 然後輕易能再結合一些 跟產業界合作的經驗 提供出更好的Device 那目前這兩位曾經或現在 都還在一些大公司 像Totala、Dencil 擔任顧問的職位 目前我們CGD的規模 在Worldwide一共有五個Office 那總部在英國的建橋 那在亞洲部分呢 我們在台灣和深圳更有一個Sales Office 去Service客戶 那歐洲除了英國的方面 我們還有在慕尼黑以及美國的Office 去跟這些大客戶合作 那目前我們從2019年到2023年 人數可能很快 已經超過40人了 不過這是比較舊的資料 它可能現在已經接近60個人了 那目前合作跟這些 Leading customer合作的項目呢 也大概超過20幾個 所以目前我們來說 看我覺得我們的產品 實在相當非常有競爭性 那後面我們來分享一下 我們對市場的觀點 和我們的機會在哪裡 在講市場開始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們半導體演進的一些歷史 那從50年代初的那個 50年代初 Sermister開始開發 那經過沒幾年 那個我們的半導體 就有很快的進展 從1957年的Sermister 然後1960年的BJT 到98年的Super將選 到2000年最後 進入到Silinkabye Hunger Knight出來 第三代半導體的世界 我們看到這個原件的發展的這些流程 其實就不斷的朝著更加的縮小尺寸 並且有更加減能更加高效率的方向去發展 那為什麼會造成它這樣的發展 其實終究是人類文明的演進所造成的 那相較於文明的不斷發展過程之中 其實我們對於能源的依賴也就越來越多 想想看我們在比較久 很久以前我們還在拿著石頭敲著那個 去獵殺動物的時候 其實對能源的需求是相當的少 但隨著文明的發展 從鋼器 鐵器到蒸汽機 到現在我們的電啊 電動車或5G的我世代 每一樣每一樣的科技背後 其實都帶來就是對能源的需求 和能源的渴望 所以當我們不斷的人口增長 科技不斷進步 像我們的資料傳輸也越來越 需求量越來越多 雲端建設 雲端的運算的 雲端建設也越來越多的時候 不可豁免的 能源就變成是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根據 根據Global Renew Energy 在2021年的一個研究顯示 它統計 在2019年的時候 全球我們消耗的能源量 大概是兩萬三千個Traw per hour 這麼大 那在這個背後呢 我們也產生了36.7 大概是10億噸的CO2 那如產生如此大的損耗 這些二氧化碳 對我們的氣候變遷溫室影響 對環境造成許多很大的衝擊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在往下說要 再往下做更節能更環保的法規 會一直提高 就是當我們在繼續往下發展下去的時候 能源的利用變成是一個我們很嚴重的課題 那當然我們從開源和節流方向來看 開源當然是我們會去找更乾淨 更容易使用的能源 那節能部分就是在仰賴我們各位 這些在座各位去如果去設計 有效率更高然後更環保的一個電源出來 那以第三代半導體的觀點來看 目前最行的就是C2KB以及GNiTri 那以C2KB材料來看的話 C2KB非常適合在這種高功率 然後大電流的應用去做輸出 而GNiTri就如我們剛剛上一節講師所講的 我們更適合在高頻率的一些應用上去做使用 那根據一些IHGS市場調研的結果發現 那目前GNiTri的市場規模 我們從2022年去推估的話 到2027年它的增長率可以接近到50% 到2個Billion 那是什麼哪幾個應用是有潛力 讓它有這麼顯著的成長 那主要是有以下4點 這相信 第一個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主要就是在consumer的消費性市場 consumer的消費性市場 現在搭載一些充電器和一些adaptor 尤其是第三方的adaptor 目前已經非常非常流行了 所以再往下走 像更多我們會看 它已經延伸到一些inbox 一些服裝的這些 可以開始慢慢的使用 所以這個市場是相當龐大的 它會有45%以上的增長 那再來第二個是剛剛講 在我們對資料傳輸的要求 或資料處理的需需會越來越多 所以Data Center來看 我們的消耗也是越來越大 那大家現在目前法規 致力於在同樣的體積下 不斷地提升功率密度 以讓我們能夠實現 更高速的雲端預算 所以在Data Center方面呢 這也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部分 那再來像Renew Energy 像PV Inverter 像目前最... 因為烏二戰爭開打之後 很多人開始注意到能源缺乏 會是個非常嚴重的課題 所以像一些PV Inverter 一些個人用或家庭用的PV Inverter 或Energy Storage System 它也是一個我們會開始努力的方向 那最後當然是最大的 就是車用市場了 那車用市場 目前大家如果有關心的話 在2025年已經有陸續 歐盟說他決定在那年 要開始禁售燃油車 所以燃油車的電氣化 是非常非常快地正在進行 那為了去提高更好的 就必須電池的容量在那邊 那一般我們要提升效率 讓它能使用更久 或是衝得更快 那麼 原件的發展幣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這四個領域是我們覺得 在GAM 讓它成長如此多的地方 OK 我們把以上的資料整理成圖表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最顯著的第一個 大家剛剛講的就是Consumer的消費性市場 這是咖啡色的部分 它的提升是非常快的 那在第二個來講的話 就是剛剛講 DataCons或DataCons的部分 它的體現速度也是非常快 因為雲端運算的需求越來越大 那第三個就是Automotive 這三個的地方 那Automotive目前來看的話 勢頭是非常大 那這個Position部分 可能我們會再觀察一下 因為畢竟車用市場的話 跟人身安全有相當大的關聯 所以如何在 是不是會在短期內 就可以讓它很成熟 在使用在新型的車子上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觀察 不過它的確是個趨勢 那我們剛剛講 如果把這三個主要的市場 消費性市市場 DataCons or Automotive 這三個擺出來看 我們以幾個標準 像是效率 容易使用 可靠度和尺寸 甚至是Cost 我們來做個分析 我們來看這三個領域 它們各需要會是什麼樣的東西 那像最左邊的消費性市場來說的話 因為它的設計週期非常的短 然後它也量也非常的大 所以它最使用者來說 最需要去 最希望拿到 是個非常簡單 易於使用的一個device 那當然成本上的考量的話 它也是一個 也是相當要求的 畢竟它已經是個 非常成熟的產業 那尺寸更不用說 現在大尺寸的 應該沒什麼人在用 我們所以來看 以消費性來說的話 容易使用 和容易使用是一個很主要的一個方向 那往Data Center來看 相較於Consumer的電子來說的話 它對效率的要求會更加嚴苛 同時它對可靠度的要求 也會更加的 也會更加的多一點 畢竟當原本的消費性的Tradger 它萬一壞掉了 它影響的可能是一個個人的 它無法充電而已 但這Data Center的話 如果當一個器件 它發生故障了 它可能影響的是整個伺服器的運作 或是對資料上的水混 所以這是相比要嚴重的 那到automotive方面 其實更加的是對可靠度更加要求 畢竟它直接關係到人身安全 所以綜合這三點我們去看 其實大家對原件上的 經過我們這些survey 大家對原件上的要求就是 它需要這個器件能夠比較方便的使用 那它也希望這個器件也能夠 有比較高的可靠性 OK 所以這是我們以此 我們CGT對於說 那如何去實現這兩者 從原件設計的方向 那想到使用GaN 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難 我想目前還是GaN的GaN的耐壓 那畢竟GaN它的材料特性 它的切換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它產生DVDT 也比原本的MOSPHET來的高很多 那在原本的切換的時候 我們在Turn on Turn off MOS 會看到有一些GaN 比如說像今天這個開關元件 它從導通的狀態 要到關閉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電流從 Channel關閉之後 它會從兩路 第一路去衝我的CDS 那其他的地方呢 會走我的CGD的部分 進到我的GaN回路 緩路上來 所以當GaN回路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的 在關斷的時候 如果今天我的回路路的路徑 像電感或阻礦比較大 DVDT的電流也很高的時候 我們可能看到 關斷的時候 還有一個小小的damping 那這個damping 其實對一般MOSPHET來講 也蠻常看到 而且可能也沒什麼損害 畢竟它的VTH也蠻高的 響應速度也沒那麼快 但是當你切換到GaN的世界裡面來講的話 GaN的VTH大概只有MOSPHET的一半 它的響應速度也是用這個好幾倍 所以很可能小小的這個Glitch 它就可能會造成我的GaN的二次導通 那二次導通會造成幾個缺點 那第一個可能是它的效率上的損失 畢竟我在不該開的時候 它要打卡開了嘛 如果它沒有其他限度上的危險的話 它就會多造成一次的損失 所以效率上會被影響 那如果你使用在橋式 比如說半橋或是全橋式的架構 那你偷開這一次 它已經超過我的daytime的話 那它可能會造成上下B的消失路 會造成damage的問題 所以turn off的DVD造成的影響 是相當嚴重的 那再來是turn on的時候 turn on的時候就相對安全一點 因為不夠買 是要去注意一下 當我的GaN在對我的元件充電的時候 它主要是對我的CGS做充電 而當我的通道超SVTH 通道導通的時候 它同時 這個drivePCR同時 對CGS和CGS兩者做充電 所以這時候我們看到GaN的電壓 會有一點點小小的drop下來 那這個drop要是掉得太低的時候 掉得太低的時候 它可能會造成了game 莫名其妙的關段 那這個時候跟上面的一樣 它雖然不掉不容易造成修飾物的問題 不過它也是會造成損失的問題 那這兩者的狀況都還是說比較安全的部分 畢竟它只是誤導通誤開關 那今天要是在layout上面比較控制的 沒有那麼完美的話 這些計上的回度這個機身電感 隨著頻率的增加 它影響會日益的嚴重 所以可能會看到一些GaN的Ossation 也就是說在GaN 在turn on turn的時候會發現小小的突破 那由於GaN 現在目前GaN的耐壓 也就只有在7V附近 萬一這個電壓有超過7V 它是有可能損壞你的GaN的 所以在GaN在使用的上面呢 目前最難去克服 或是最重要的問題 還是如何去好好驅動 這顆GaN耐出來的 device 那怎麼樣讓這個GaN好好做驅動呢 那我想目前有各位業界同仁 都還在做很多努力喔 比如說像是用CASCO的架構 我去驅動MOSFET 它就可以直接去避免掉剛剛講的GaN耐壓太低的問題 那也有用Fully Integrated GaN進去 我給它控制訊號 裡面有GaN直接去控制我的GaN 那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疑問喔 那我們CGD採用的方法是呢 我們做Clamping Circuit這進去 我們並不是把一個完整的GaN耐出來的GaN包進去 而是採用了包的一些邏輯線路 去Clamping我的電壓 那這樣的好處有哪些呢我們會講 就我們剛剛的概念來講 如果我要讓一個GaN變得比較好設計 或是比較好使用的話 我最大的方式 我就希望我的GaN和驅動會 就是使用起來就像個MOSFET 畢竟MOSFET大概已經使用過非常久的時間了 至少有10年20年以上了喔 所以怎麼樣讓一個GaN會很像一個MOSFET去做操作呢 那當然第一個就是我們驅動要像MOSFET OK 這是一個GaN的轉移曲線喔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在VTH它是很低的電壓 然後經過VTH之後呢 它的電源很快的飽和 實力很快 然後到飽和區 但是它最後到7V之後就滿了 它上不去了 我們的目標如果讓它像MOSFET的話 第一個是我們能夠讓我的GaN電壓延伸到20V 到20V呢都能驅動 因為目前大部分MOSFET的GaN電壓都在20V左右 那第二個就是我要把VTH拉高 因為現在剛剛講我們的GaN造成的誤導通或誤關段的情況 大部分都是因為VTH造成的喔 所以我們把VTH拉到跟MOSFET很接近的3V 我就可以讓我的GaN驅動起來像個MOSFET 那剛剛講在Turn On後Turn Off 可能會造成一些Ringing的Oscillation 所以它可能會不預期的把我的GaN的GaN給打穿 那除了我在穩態狀態下 我能Claiming我的GaN電壓之外 我能在正態下也要保護我的GaN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優化我們的GaN電壓 對Temperature的一些影響 甚至是對Dynamic RDS的優化 那最後一個就是當我都完成這兩項以後呢 我希望我的外部限度也要很像個MOSFET 至少我能完成形成這種驅動用ROM去控制 然後關段用RF去控制的這種回路 然後讓我的GaN會非常易於使用 那我們怎麼去達到的喔 像RuthyGaN我們剛剛講 我們在裡面內置的Claiming Circuit在裡面 所以呢我可以利用裡面Claiming Circuit 一些Reference Near的設定 我可以輕易地把我的VTH抬到3V 我在裡面和外面各Claiming的不同電壓 可以看到一下 這個外面的是我們外面使用者輸入的黃色電壓 那當我只要經過到我的設定的VTH之後 我裡面才開始充電 所以今次的話我裡面的VTH就是實際上使用者VTH 是比較高的 那超過6V之後呢 我裡面就會Claiming在5點多V 去保證我的GaN是在Full Return On的狀態 所以是第一個Claiming Circuit我們去做的事情 那第二個事情就是我們希望它更robust 那目前很多的研究開始顯示啊 就是GaN Nitride呢 它的GaN的耐壓其實跟溫度和頻率都有相當大的關係 那目前像是下面這個IEEE的論文喔 它是說Temperature和Frequency Dependent GaN Nitride的論文 以及下面另外一篇 這兩篇 它都有提到 其實GaN的GaN的耐壓 它跟溫度是有相當的關係的 那尤其當我們的GaN的Massima只有7V的時候 在低溫下 它的耐壓要是比較低的話 我是有可能會把GaN的GaN在低溫開之後的積穿 那為了讓我們的GaN的Device 能夠在不同環境下 都能保持良好的溫度運作 我們在這個Climping Circuit裡面呢 也額外加了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這裡面 隨著不同的溫度 我裡面Climping的電壓會稍微的去做改變 像比如說在25度的時候呢 我可能Climping在5.5V 而在0度的時候會慢慢的往下降 去避免比如說今天我產品賣到比較寒冷的地方 它在Turn On的時候 在Soft Start的過程間 也許有可能會有幾根Spike Overwaterating 我去保護這個狀態 那當慢慢我的GaN的Device啟動之後呢 它會慢慢產生熱 溫度慢慢爬上來之後呢 我會再慢慢將我裡面Climping Circuit的電壓再往上提高 在100度的時候呢 我還會低於6.5V 我們以此去爭取得到更好的效率和更好的一些Performance OK 那第三個就是剛剛講除了跟溫度的響應之外呢 我們希望盡量降低它Dynac-RDSOng的影響 那目前也有很多研究顯示就是Dynac-RDSOng本身除了對VDS相關之外呢 它對我們的VGS的電壓也是有相關的 就像去年2022年5月有發表一篇論文 就是負壓對Dynac-RDSOng的影響 它裡面的研究就有指出 如果今天我用比較 不要那麼負的電壓去關斷的時候呢 我的Dynac-RDSOng會保持到比較好的狀態 但是當負壓加深的話 它的情況會比較嚴重 所以根據以上三點 我們的Climping Circuit必須做到極簡 就是我必須要能夠防止突破 然後我能夠延伸到20幅的運作 那畢年我必須 然後再來就是我必須要能夠實現零幅關斷 OK OK 那這是我們CGD的GAM裡面的一個放大的檢視圖 我們看怎麼樣去實現剛剛以上這三點 那第一個呢 這是我們外部這個是外部的GAT-DRIVER 那這是我們裡面的GAM 那我裡面第一個 從正電壓導通這件事情呢 我們在裡面在這邊 內置一個類似像LDO 那當然它不純粹是個LDO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它其實裡面還有一些溫度補償的一些功能在裡面 所以今天當我的GAM的電壓進來之後 我經過我的裡面的REFIN電壓的調整 我可以去移動我的VTH 並且在我的GAM的電壓到超過6幅之後呢 我裡面能夠做即時的Climping 那這Climping的速度非常快 我們目前的這些電路設計都是在一個單晶片上面 也就是全部都是Full GAM的晶片上面 所以你們看到這邊的開關都還是GAM的NITRILE的開關 所以響應速度來說是非常快的 並不會因為我們做這間Climping設計有太大的Propagation Delay OK 所以依照這裡的線路我們去實現了正電壓Climping 以及溫度補償 那關段的部分呢 我們在GET到Source這邊呢 我們去做了一些 做一個Meter Climping限度 當我偵測到我的GET的邏輯從正轉到0的時候呢 我就會去Enable裡面這個小的開關 讓我的GET到Source能夠連在一起 實現短路的狀況 那這個Meter Climping現在其實在業界也常常使用 也就是外部加PCT之類的 那我們目前採用在裡面做Climping 我們帶的距離是最近的 我們可以以最短路徑去解除掉這個DVD造成影響 實現到0幅關段 OK 這就是我們這兩個 我們對如何讓它DRIVER像MOSFET所做的努力 那再往下 為什麼我們不把一個全GAM的DRIVER包進去呢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我們的外部線路能夠驅動 也很像GAMOSFET 大家可以看到左邊這個線路 那這是一般MOSFET線路鋼筋展示過的 我的去和回都是利用兩顆電阻去做控制的 那因為我們並沒有展示 裡面並沒有implementer 為了CURRENT DRIVER在裡面 所以我的驅動電流完全就是依靠 我的外部的驅動器去做供給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第一個我可以直接就可以使用R-on或R-off 去控制我的SR-ray OK 所以我的 因為我們的concept 我們可以就實現到 我們連驅動外部線路也會非常接近像GAMOSFET 那唯一的差異就是我們目前還是需要設定一些 reference voltage在裡面 或是去做一些enabled detail detection的線路 所以我還是需要給它一個供電 不過再相信在不久未來我們會努力想辦法把它這個也 才開能霸凸自供電的系統 然後完全實現 完全實現GAMOSFET的無痛轉換 OK 那我們接下來來製作一個 分享一下我們一個double pulse test 就是怎麼去控制我的SR-ray的一個線路 一個測試計 那這個是一個很常見double pulse test 那我們主要是去控制下面的這個GAM的R-on的電阻 我們去看這個電阻它對我的SR-ray造成的影響 OK 那設定的參數就在左邊 電感是47 input 380V 那R-on這個R-on就是改變的嘛 那R-off目前是用固定的直去做設計 我們直接先講簡單的結果 我們依照這樣的cleaning circuit去設計 左邊的是VGK 就是我的GAT電壓 那我們可以經由更改Driver的那個電壓去做 過去電壓的調變 那上面的層軸呢 就是我們的電阻 所以在不同的電壓和電阻的搭配下 我們可以看到 假設我一般GAT driver去用電壓以12V來看的話 我的電阻越大我可以得到越低的SR-ray 相反的 假設今天我要提高我的SR-ray呢 有兩個方式 當然就是 第一個是提升我的GAT driver電壓 或是降低我的GAT電阻 OK 那這個其實結果非常的簡單 我想大家馬上就能理解 不過這換句話說 就是我們實線的 我們GAT的SR-ray的控制 是跟MOSFET的理論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在實線上來說 使用上來說 它的邏輯我相信會讓大家 很容易去對它做優化 那最後是我們分享 其實剛剛實際的測試圖 那這個就是 剛剛以Double-Post Test測出來的 假設我們以10R 就是R1為10歐姆來做的設計 那電壓是用9V去做供應的時候呢 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我們SR-ray這時候 就是55個V每nosecond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剛剛講 開關的時候 turn on 的時候會小小的voltage drop 那這個drop我們控制它不要掉太多 讓它不要產生二次關段的情況 OK 那之後我們如果假設 我們把電壓調高到20V之後呢 會看到我們的SR-ray在後面 就會直接 拉到121V OK OK 這就是直接的 直接一個實際測試結果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在 在這情況下 我們會看到在關段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小小的damping 那因為這裡的damping壓 雖然看起來是有的 不過它都低於我們設計的VTX3V以下 所以我們跟這種比較小的 Oscillation都能夠容許 讓它不要誤觸發的方式 OK 那最後是跟大家先看一下 我們目前在今年經營Release的 幾個產品 我們目前Release的產品有55mAh 130和200mAh 那在今年呢 我們會把這個Portfolio補齊 我們會往下做到25 然後中間可能會有100 然後150 甚至往上回延到240mAh 會提供一個完整的Portout Portfolio 給大家做使用 那目前的包裝以 第2分8×8和5×6為主 OK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可以到我們攤位 做進一步的討論 OK 那以上是我們今天報告 我簡單做個Summary Gent它其實是一個下個世代 或是說現在已經正在發生的趨勢 是無庸置疑的 那效率和簡單上使用 以及增加可靠度的方式 一直是我們CGD 非常努力往前的方向 也是會一直往這邊走 OK 那就今天的報告 很多的謝謝大家 我們外面有攤位 如果有興趣的夥伴或同仁們 等一下休息的時間 可以到我們攤位參考 謝謝 謝謝 熱情的掌聲 獻給我們徐經理 帶我們了解如何讓Gent 發揮它極大的價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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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